黑胡子公开龙的真实战斗力 远在四皇之上 也难怪赤犬执意要在马林泛多干掉陆飞 自从在罗格镇操控风雨雷电就陆飞 龙至今都没有展示过实力 作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 他的战斗力到底有没有四皇级别呢 伊万科夫是革命军最早的干部 对龙的实力强弱一定非常清楚 看到龙面朝着东海的方向眺望 直接来了一句这就是野兽归巢的本了 可见在老下属伊万科夫的心目中 龙的强大如同凶猛的野兽一般 得知陆飞是龙的儿子后 也认同他的强大恢复力 是来自龙的基因 塔普对自己儿子的实力也应该很清楚 公开陆飞身世的时候却很平淡 一边扣着鼻屎一边说龙氏那家伙 已经认可大儿子是不得了的强者 听到龙氏陆飞的老爸话 草帽团除了陆飞以外 所有人都非常震惊 山智和纳美一直强调龙的强大 同时还指责陆飞居然有如此强悍的老爸 罗宾则告诉陆飞 即便是强如四皇 也没有与海军抗衡的战略 但龙率领的革命军敢于挑战世界阵律 他们的力量绝对不在四皇团之下 多福朗明哥一直是地下世界的王 对各方势力的战力都很清楚 他在评价世界格局的时候强调 革命军和四皇一样有抢博王座的使命 在顶上战争的时候 从赤犬对陆飞的态度 也能反映出龙氏顶级强者 见到陆飞带着越狱小军队从天而降 所有人都在感叹草帽小子不得了 只有赤犬一个人强调陆飞是龙乱子 与艾斯一样必须在马林泛多干掉 可见在赤犬看来 龙的强大和罗杰一样 他们的后代绝不能存活于世 被白胡子暴揍一顿跌入裂缝之中 差点丧命的赤犬也没有放弃追杀陆飞 拖着重伤的身体 面对白胡子海贼团全部队长 也要将陆飞的脑袋留下 如果不是香克斯带着红发团来到马林泛多 赤犬绝对不会让陆飞逃走 黑胡子得到振振果实后自称最强 寄愿白胡子成为四位海上皇帝之一 得知巴沙斯被萨伯打成重伤后 无意间发现革命军的大尾 却没有第一时间去救人 而是在通知海军之后才敢带人前往白土之地 可见黑胡子也很忌惮龙的实力 即便是手持两颗恶魔果实也未必能获胜 不过龙也有畏惧的强者 得知神之骑士团出洞篷 也露出了一脸惊慌 现在想想当初赤犬执意干掉陆飞 对海军是多么正确的决定